宋爷爷的精神状态好一些了 和回宝完的时候终于有笑容了 福宝最后一天营业的时候 宋爷爷的状态真是让人担心 当天有很多很重要的工作 宋爷爷只能压抑着自己 工作结束后宋爷爷再也忍不住了 伤心的双手在不停颤抖 可想而知宋爷爷的内心有多难受 隔天需要撤走福宝的座椅 宋爷爷难过得无以言表 还摸了一下福宝的名字 走的时候看了一眼福宝喜欢坐的位置 轻轻把门关上 宋爷爷可能已经泪流满面了 上班的时候也没有往日的精气神了 直到看到福宝宋爷爷才露出了笑容 不知道宋爷爷那几天是怎么过来的 会难过得在梦里哭醒吧 现在宋爷爷还可以每天看到福宝 真正的离别在一个月后 到时候真的要提前给宋爷爷 叫一辆救护车 幸亏的是爷爷身边还有瑞宝辉宝 这是两个活泼可爱的小天使 他们是来治愈爷爷的 填满爷爷心里的空缺 这是一种爱的延续 爷爷说过不能因为害怕分离而拒绝相遇 宋爷爷曾经就是因为养的小猴子去世了 害怕再次面对分离 所以不敢对福宝敞开心扉 直到后来被福宝感动 宋爷爷终于张开怀抱和福宝紧紧相拥 现在也是同样的情况 如果因为害怕再次面对两年后的离别 而错过和孩子的相处 爷爷将来会更加后悔和难过的